來關心僑務委員會 為了宣揚臺灣優質文化 每年都會臨派國內優秀藝文團體 組成春節文化訪問團 來前往海外巡迴演出 要加深海外僑胞 以及國際社會對臺灣的認識 而僑委會委員長吳欣欣 副委員長田秋景 立委蔡世映 都出席基隆場次的公演 當天也舉行了溫馨的授旗儀式 由前僑委會委員長張富美 來擔任團長接受 國寶歌手文夏高齡80歲 卻依舊活力十足地 在台上高歌經典曲目 讓全場長輩們 瞬間回到青春時光 求委會為了慶祝中華民國 106年農曆春節 特別籌組春節文化訪問團 出國宣位僑胞 出訪前的公演 今年首次與縣市政府觀光局處合作 讓國人能夠一起共襄盛舉 委員長也期盼能藉此拉近 僑委會與國內民眾距離 那麼優質的這樣的文化訪問團 在出國之前如果能夠在國內 那麼相關的城市 縣市政府如果有興趣 我們也會安排來表演兩場 那今天晚上我們來到基隆寺 我們也希望有這樣的一個 好的福利和好康 讓我們國內的鄉親 也能夠有機會來參加 這樣的一個活動 張三李四樂團緊接著也帶來多首台語歌曲 炒熱現場氣氛 你們還在等什麼打針呢 魔術王子簡明軒 則在與現場民眾的互動下 接連完成多項令人瞠目結舌的魔術表演 獲得全場的熱烈掌聲 這次訪問團將前往亞洲七個國家 十三個城市巡迴演出 宣揚台灣文化 並促進文化交流 喬委會的細心安排 也獲得立委肯定 喬委會組我們的海外的 這樣的一個訪問團 那今天有機會能夠在基隆演出 事情感到非常的高興 那長期過去我了解 說過去在類似這樣的一個訪問團 都沒有在基隆表演過 所以這一次我也特別拜託 喬委會能夠選擇其中一場 在基隆表現 那我相信對於基隆市的鄉親來講 都是受益良多 金牌歌後 于台燕一登場 全場為之沸騰 耳熟能詳的組曲 全場跟著哼唱 于台燕也走下臺 與歌迷互動 展現平易近人的一面 這次也是陣容非常的堅強 這次也是陣容非常的堅強 那尤其是強調雲夏雲湘 他們在當地都是很受歡迎的 那我們這次當然就是表示 金曲獎音樂大師黃蓮玉和樂團接力帶來演出 讓氣氛再鮮一波高潮 鄒族美聲歌後安心雲 也用輕柔女嗓音展現實力 委員長吳欣欣和與惠貴賓 也藉由行前公演的機會 受其為出訪更添氣勢 希望透過演藝文化交流 讓海外僑胞能夠一解思相情 台灣宏觀電視陳林文中金剛基隆採訪報導